自然水溢区管理处经过设计跟规划 准备来泰换契定路的老旧管线 总长路约12.6公里 影响的户数有1450户 7月中旬我们就可以上网公告发报 第一的话在8月初如果能够绝标 那接下去就是做一些工程施工前的一个前置作为 包括交通维持计划的一个 拟定跟这个送审 那再送到市政局的道安汇报里面审查 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申请入证施工 那这个工期大概分成两个标案 那同时进行的话每一个标案都是360天 那包括巷道里面的用户总共有1450户 那都是采用现在目前最好的这个材料的水管 那这个标案完了之后对供水的稳定 跟品质会大大的提升 这个能够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 这是我们的使命 也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我想首先非常感谢我们水公司 这个跟我们跟中央争取了这么多的管线漏水的预算 那现在开始要执行了 那大家都知道说在西津路的沿线 因为过去几次破管也非常严重 所以包括秉均议员或者我们的市民政治行政都有特别提到说这边要列为优先 所以经过我们跟水公司的讨论之后 把我们西津路的改善工程案 把它列为优先的一个案子 那今天特别来做一个整体状况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大概总预算一亿多元 那原理上要分成两个标案来执行 那原本我们希望目标是7月就可以把它发包完毕 然后再做后续的行政流程 那因为他的工作时间还蛮久的 光公期就要大概360天 接近一年的时间 再扣掉假日的话可能要一年多 所以相关的交通维持的配套措施 也是一件艰困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也需要到时候我们的议员 还有我们的市公司 还有我们的地方的里长 大家一起来互相协调来联络 把整个案子工程能够进出的完成 让市民享受到高品质的用水 而就不会在工程时间造成大家的困扰 那秉均今天跟我们蔡市应立委 还有我们自来水公司 共同前往西定路来去办理会堪 就是因为我们西定路已经有多次水管破裂 造成民众缺水的问题 那今天感谢自来水公司 秉诺未来将 把我们西定路整个水管太旧换新 而这个总经费超过一亿以上 在此先感谢蔡市应立委的帮忙 而秉均身为我们金融的市议员 我一定会为我们中山区的市民 保障你们水的品质 让你们水可以用得安心 也没有缺水的问题 然后同时也会协助我们市政府 针对交通管制的部分 然后来去协助 然后也保障大家可以用路可以行得安全 然后水也可以安心的使用 所以整体的管线泰湾工程 可能会把时间拉得非常的长 再加上我们西定路呢 因为属于狭窄的道路 它是属于双向单线的一个道路 所以又有公车以及大型车辆的往来 那么可想而知 在进行管线泰湾工程上 可能会有很多的交通黑暗情 那在这个部分上呢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希望 在进行管线泰湾工程的时候呢 水公司能够将应该要注意到的交安问题 以及我们管线泰湾呢 会影响到这个煤部 它的用水的权益上呢 能够将这所有的不便说到最小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